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克 今天的视频是我在干净世界的独家视频 我将在这里分享只有在干净世界才能看到的内容 还请大家多多来捧场 订阅 转发和分享 已经向以色列宣战的野门胡塞武装 不断袭击经过红海曼德海峡的 与以色列有关的民用船只 目前已经扩大到几乎所有民用船只 近乎无差别攻击 无差别攻击商船就意味着 这个地区的航行风险大增 经过这里的亚欧航线将受到重大打击 东亚航运公司面临着绕路运输的巨大压力 为此美国联合其他盟友的海军 启动了繁荣守护行动 为商船护航 目前由美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荷兰 西班牙 挪威 加拿大 巴林等十个国家参与 目前美军在中东部署了两个航母打击群 福特奥航母位于东地中海 在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外海 而埃森哈维尔号航母则位于阿拉伯海 美国海军在鸿海和亚丁湾附近 又部署了三艘伯克级驱逐舰 卡尼号 梅森号和托马斯哈德纳号 此外 英国海军的钻石号驱逐舰 和法国海军的朗格多克号巡防舰 也在鸿海执行任务 再加上以色列海军的护卫舰和巡逻舰 因此在目前以色列剿灭哈马斯的关键时刻 美国和盟国应该会继续采取克制的态度 以拦截导弹无人机 保护商船通行为主要使命 如果您对这个视频的内容感兴趣 想看完整的视频 请一步干净世界 完整视频的链接 我放在了视频描述和置顶留言里面 我们干净世界见